大家好,我是小鱼老师 这一节课呢,给大家带来一款阿华田流乳茶 它非常适合冬天做热饮 并且呢,夏天做冰饮也很好喝 很适合一年四季 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它所需要用到的原材料 一个呢,是我们的流乳茶粉 一个呢,是我们的阿华田的枯萃酱 还有呢,是我们一个唇流奶 它的原材料非常的简单 制作方式呢,也比较简单 好了,简单的原材料就介绍完了 现在呢,我们开始来给大家制作这一款饮品 我们做的是一个500毫升的量 首先呢,我们取一个500毫升的杯子 我们在500毫升的杯子里 用我们的勺子 挖一个两勺左右的阿华田枯萃酱 给它挂壁抹一下 阿华田枯萃酱呢,挂壁是非常好看的 并且热的呢,它也不会下沉 我们挂壁完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我们放到旁边 我们取一个雪壳杯 我们在我们的雪壳杯里面 放入我们的流乳茶粉 60克 我们第一次做呢 一定要用这个电子秤秤啊 然后呢,我们加入少量的热水啊 给它搅匀 搅匀了以后呢,我们加入 80毫升的一个纯流奶 加完了以后呢,我们加入啊 热水和冷水啊,一起倒达500毫升啊 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 搅拌均匀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取刚才的这个500毫升杯子啊 我们在杯子里面啊,可以给它添加小料 我们可以放一个两勺的202饼干碎 也可以呢,再给它加个一勺珍珠 这样都加好了以后呢 我们把做好的饮品啊 直接给它倒入进去啊,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这样我们一杯呢,简单好喝啊 并且是用纯流奶制作的 阿华田流乳茶热的就做好了 做好了以后呢 我们给它放到旁边 我再给大家做一杯冰的啊 冰的还是一样的 首先呢,我们取一个500毫升的杯子 在500毫升的杯子里面啊 放入啊,阿华田枯碎酱啊 给它挂个壁 挂壁了以后呢 我们加入啊,一个两勺的奥利奥饼干碎 再加入呢,一勺的珍珠啊 炸完了以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啊,取一个雪克杯 我们在雪克杯里面啊 放入一样的啊,60克的流乳茶粉 然后呢,用少量的热水啊 给它搅匀 搅匀了以后呢 我们加入啊,80毫升的纯流奶 炸完了以后呢 我们加入啊,大量的冰块和少量的水啊 一起倒达500毫升 然后呢,我们给它雪克摇匀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热的呢,是不能摇的啊 我们冰的呢,都可以雪克摇匀 雪克摇均匀了以后呢 我们直接啊,把我们摇匀好的这个奶茶 倒入到我们的出品杯中啊,就可以了 好,大家看一下 再让我们一杯冰的阿华田流乳茶呢 也做好了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做的两杯啊 一杯热的,一杯冰的啊 都做好了 它的颜值呢,是很高的啊 并且很好喝 冬天啊,夏天做啊 都是非常适合的 好了,这一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了 大家呢,有任何不懂的啊 都可以问我 关注我 叫你做更多的奶茶饮品 《流血流》 《流血流》